两年了兄弟们 终于拍上这辆车了 一辆车你能不能骑 首先先看坐高 这款车的坐高是890 非常的高 首先身高183 大家可以看上这个搭配起来的画面 其实我已经没有办法坐到两只脚 全脚着地了 其实这种坐高 可能一下就筛掉了很多人 但是它有一个蒲半 蒲半的坐高相对就低了一些 虽然说还是很高 应该是870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是它整体少了 这20就能给你很大的一个自信感 在外观方面 你们觉得我俩谁帅 它的外观 我觉得之所以比较洋气 比较帅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比较有肌肉感 看这种裸露的车架 对吧 它能给你露的地方全露出来了 而且它SB这个版本的板花 特别的运动性 所以可能受到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对于车把车的按键 它更像是Monster 950这样的排列 像排列该里或者街霸的V4 它的是另外一套排列方法 在仪表方面 它暂时的信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圈的 在我们的左边 是一些彩单栏 和一些信息的选择 右边这边是我们的电空数值 电空数值可以按 每个人自己的习惯 单独去调它的每个项 在模式方面 是这个按键 我们把它长按 就进入了模式的选择键 我们长按键来了之后 它里面有三种模式 相比较来说 在这个车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的话 可能比较担心 它的动力的话 可以选择它urban模式 就是城市模式 街道模式 我们往上 另外两个模式 相对比较激进一些了 尤其是Sport模式 你看到它的电空数值 都是比较低的 如果玩Sport模式 这辆车是很容易抬的 好 接下来 我们来采访一下声浪 好嘞 骑着聊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骑行三角 它这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点 如果你想骑这辆车 首先你的腿长身高得在 要不然照不着地 但当你的身高上来了之后 它显得车有点小了 因为它这个座子有点高 但是它这个车把有点低 整体这个感觉 还是特别像在骑马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视角就知道了 因为我这个相机在头盔上 也是倒挂的 所以它这个高度已经比较低了 还是不怎么能拍得到这个车吧 在动力表现的方面 这款车就是一个纯弯前段的车 非常的野 就是这三种模式 你无论用哪种模式 油门其实都是得含的点给 如果是urban模式好很多 可以相对放心给出去一些油门 如果是用的Sport模式的话 基本上你稍微一不注意 某一下油门给大了 或者说一收入再一给的话 侧头都是往上仰的 还好的是它的避震支撑性非常的强 所以整体车身的稳定度还是OK的 不过你如果特别喜欢Sport模式 这种提升的感觉 但又害怕抬头的话 可以把DWC调高一点 其实在动力方面 尤其前段扭矩方面 在这个辆有很多表现优秀的 像7652S DUK790 890 包括像MT09 但说句实在的 体感最直接最直给的 还是这辆Hacker 档位方面 它的快排丝滑度非常的高 换挡起来也非常的顺 但是它的转速区间还是不能放得太低 拖挡情况还是很明显的 发动机的共振意志相对来说还不错 基本上是在6000转往上的时候 会从脚踏传出一波震动 灵活度的方面 这小车完全的优势 太轻了 灵活度太高了 而且它车把既低又宽 你懂吗 就是你各种压弯姿态 它都特别的舒服 不过类似这种比较高的车 甚至像SuperModel那些高赛来说 我在做过弯体验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慌张 有一种从二轮往下压弯的感觉 扎车方面体感非常的棒 很有点头感 就是它会来得很直接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驾驶爱好者 速度总是拉得很高的话 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把速度拉得很高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营丰面积非常的大 就如果你要跑高速 或者跑一些地方的话 会吹得你真的受不了 因为你基本上从当部往上都没有什么遮挡 还有一个要说的 就是它的车头会有一点点轻 如果你是跑高速或者高速驾驶的话 车板还是有一点点不稳定性 坚毅后期加装个态势什么的 其实这款车 大家叫它滑胎车叫的比较多 所以对于滑胎方面 咱是不知道的 因为咱也不会滑胎 应该是属于这种什么连续退档 导致后轮暴死 之后去做一个拖拽感 或者滑起来的感觉 推轮的感觉 那也不太了解 好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对于亥克这款车 它真实的名字就叫猛和爽 因为这款车的动力调配 在准公升这个量级力 绝对都是拔尖的 如果平时用它来通勤代步的话 灵活度是非常棒的 当然这个动力输出 你确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 尤其是对油门的把控 因为对于城市通勤来说 它的路况是很复杂的 它并不像大家平时 在这种打工地玩的感觉 所以你稍微一次的失误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 很可怕的后果 毕竟一款好玩的车 都不是很好驾驭的 好驾驭的车 它也都不一定好玩的 所以这个东西 鱼和兄长不可见得 行了 不说那么多了 咱们今儿都这么着吧 Over